中国成都2019第18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 8月9号在成都金牛赛区拉开乒乓球赛事帷幕 据悉一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294名选手 参与本届市警会7个乒乓球项目的角逐 其中男子单打18岁以上项目分为AB两个组别进行 在首日比赛中乒乓球项目共决出三枚金牌 泰国代表队暴冷击败中国代表队 囊获了男子单打18岁以上A组冠军和女子双打冠军 中国香港代表队收获男子单打18岁以上B组冠军 今年25岁的中国香港代表队参赛队员游生浩 已经打了13年平方球 外表帅气腼腆的他拿起球拍站在球桌前仿佛变了个人 目光如炬神情专注 每当在揭发球得分时他都会喊出专属词汇自我鼓励 他告诉记者为了这次比赛他准备了很久 能跟各路高手过招他很是兴奋 平时工作压力大 打乒乓球很适合减压和交朋友 打球对他来说除了技术更重要的是心态 很兴奋很高兴因为可以和不同的对手从不同的地方来的我就很开心 我很享受比赛我觉得每个人打球技术上就是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就是心态上就是很重要的一丸 不论是赢还是输我觉得也有可以学到的东西 正是抱着享受比赛的心态游升号一路过关斩将最后收获了本届市警会男子单打18岁以上B组的冠军 他也收获了自己人生第一块国际赛事的金牌实现了自我突破 在一同进行的男子单打18岁以上A组的比赛中 来自泰国的小将巴达沙立刻多位中国选手杀入决赛斩获冠军 获得冠军他非常开心 他说为了金牌他们制定了很详细的训练计划 虽然所有参赛者的实力都很强 但有了目标就会努力去实现 首日比赛中女子双打冠军在中国队和泰国队之间产生 中国金花在拿下首局的情况下 被两位泰国小将连搬三局惨遭逆转 遗憾与冠军失之交臂 赛后接受采访时中国队员弥慧琴表示 确实既不如人需要总结和学习的有很多 尽力了就没有遗憾 我觉得他们的球非常的熟 比我们肯定要训练有多 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加加强一些 今天打得非常激烈 然后整体我们还是非常投入这个比赛的 感觉虽然输球吧 整体来说还是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感觉还是比较开心的 输的也是 我觉得还是水平的确不如人家 那输了也是正常 没有什么遗憾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